今天我們來到文藝節慶祝大會 跟中國文藝獎章的頒獎典禮 現場有許多藝文界的傑出人士 跟台灣著名的療癒系畫家 黃冠宇獲得獎項 一起去現場看看吧 中國文藝獎章頒獎是為了紀念五四運動 選定在每年5月4號舉行頒獎儀式 2022年第63屆的頒獎典禮中 熱愛藝術生活 喜愛創作繪畫的黃冠宇展露頭角 獲得藝術文化推廣類的文藝工作者獎 這項不可多得的殊榮 也讓黃冠宇受到 包括中國文藝協會在內的各界肯定 我很高興這次能夠受邀 也能夠受獎 來到這邊領獎 然後也很感謝主辦單位給我這樣子的機會 關於在這個藝術領域上的努力 那也希望能夠更推動更多的藝文的這些活動 這次中國文藝獎章頒獎典禮選擇在台北市金華區的花園大酒店二樓舉辦 現場集結許多藝文界人士參加 其中中華詩詞藝術協會榮譽理事長蘇敬強也獲得這次文學類獎章 讓大家都非常讚歉 身為黃冠宇良師義友的理事長蘇敬強 認為關於獲得文藝工作者獎相當實至名歸 許多嘉賓朋友也替黃冠宇開心跟加油 關於他是很認真的一個油畫家 每次他的展覽他的作品都是大賣 我們到新加坡的時候他也是賣了很多的作品 恭喜關於獲得中國文藝獎項真是很棒 之前常跟他去國外交流 他表現都是非常好非常努力 很高興今天可以參加中國文藝協會的頒獎典禮 然後也很榮幸可以跟關於老師見面 就是我是晚輩 所以我要向長輩們前輩們多多學習 已經成為台灣新一代超人氣療癒戲畫家的黃冠宇 以熱情的生命努力不懈創作繪畫 渾身上下飄散一股仙氣的黃冠宇 靠著仙氣才氣跟毅力 終於獲得文藝工作者獎的獎章 黃冠宇很感謝中國文藝協會的肯定 希望精進自己的藝術作品 創造出更多雅致的生活 讓大家都能夠在他的話中 感受到優美的生命意境 記者陳文旭 李嘉金 蕭曹全 台北報導 東北 fab um 駿 kale的愛 III 西里假以花 ��� ro詞 曲 開我 詞 開我 他們 oth rad 橘 李嘉金 藜 秦 café ern復 審好 師車 una